東北女孩王天驕出生在一個書箱門地 父親因為望女成縫 給女兒取名天驕 王天驕也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 不但以優異的成績考住了清華大學 畢業後又取得了美國頂尖公立大學 維基尼亞大學的MBA碩士學位 目前王天驕在美國最大的汽車集團公司 擔任投資分析師一職 可謂是年輕有為 對此 王天驕表示 他的成功 離不開一本神奇的書 後來我的外公外婆從97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 另時候有越來越多的人到外婆家一起學法練功 所以我和大家一起學會了五套功法 然後一起學法練功 一起看錄像 一起讀《轉法輪》 《轉法輪》是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主要著作 1994年由中國官方出版社發行 書中闡述了法輪功修煉的功力功法 並指導修煉者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 在道德提高的同時 身體得到進化 因為當時年齡還小 所以對大法的理解還並不深刻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真善忍這三個字 他教會我在任何環境下都要做一個好人 那麼我在學校就要做一個好學生 所以我就不會再像過去那樣貪玩 然後不斷地去提高自己的學習成績 最後也從十幾名提高到了前幾名的成績 1999年 一場對法輪功的迫害席捲全中國 不但法輪功學員隨時面臨被抓捕的危險 就連他們的家屬也會受到牽連 王天嬌的父親擔心女兒的安全 不敢讓她再修煉法輪功 但是把被子蓋在頭上 然後拿一支小手電筒 這樣就是這個光不會發散出去 然後我在裡面就悄悄地學一會兒轉法輪 這是我每天真的是最快樂的時候 就這樣 春去秋來 不論嚴寒酷暑 王天嬌每天堅持以這種特殊的方式 學習轉法輪 直到高中畢業 我記得那時候七八月的晚上經常三十多度 特別的熱 然後我在被子裡面 就會汗流加倍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想起師父告訴我們 難忍 能忍 難行 能行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 堅持把每天的這個學法的時間認真地完成 而令人驚訝的是 這期間 她的學習成績不但沒有受到影響 反而更加優秀 我高中三年的所有考試成績 都是全班的第一名 但我也沒有感覺到很大的學習壓力 我覺得讀轉法輪 確實能讓我的心更加的沉靜 雜念更少 在學新的知識的時候 也會感到思想更敏捷 注意力更集中 想問題也更透徹 而且打坐練功能讓我很快的消除疲勞和恢復體力 雖然我每天學法到很晚 但是第二天也能保持充沛的體力和清醒的頭腦 2006年 王天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 隨身攜帶著的仍然是那本袖珍版的《轉法輪》 雖然可以在學校的圖書館安靜地閱讀這本書了 但這並不意味著安全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不完全統計 自中共迫害法輪功以來 清華大學至少有4人被迫害致死 23人被非法判刑 近百名教職人員和學生被強行退學 停止或非法關押 面對同樣的風險 王天嬌不但沒有因此放棄學習轉法輪 還收集了清華大學受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資料 發給老師和同學 有驚無險的是 四年的大學生涯中 王天嬌也曾在學習轉法輪 和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時被同學發現 但在了解了迫害的真實情況後 他們選擇了保密 就這樣 王天嬌得以順利地從清華大學畢業 進入美國名校 十多年來 轉法輪一路伴隨著王天嬌的成長和進步 他說 這些年他也曾遇到過形形色色的誘惑 有名利上的 還有來自社會不正當風起的影響 而轉法輪就像一盆清水一樣 能不斷地洗滌這些污垢 讓他保持純淨的身心和積極的生活態度 進入錄製作為 跟士僲靈的口法輪 進入錄製作為 與士僑來簡易新的進步 進入錄製作為 和威風